欢迎来到科学儿语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科学概念中的微学习视频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讨论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了解进步和赋予生命力量 介绍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仍然是全球性的健康挑战 以影响到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 自20世纪80年代初被发现以来 艾滋病毒对个人 社区和公共卫生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了解该病毒 开发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推广预防策略方面 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本文中我们探讨了HIV的性质 传播途径 治疗进展 预防方法 以及支持HIV感染者的重要性 了解艾滋病毒 HIV是一种攻击免疫系统的逆转路病毒 特别针对CD4细胞T细胞 这些细胞在保护人体免受感染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 HIV会削弱免疫系统 导致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AIDS 这是HIV感染的最晚期阶段 如果不进行治疗 HIV会发展为AIDS 使个体更容易受到机会性感染和某些类型的癌症 传播途径 HIV主要通过某些体液的交换传播 包括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和母乳 最常见的传播方式是 无保护措施的性胶 与HIV阳性者进行不使用安全套的阴道性胶 钢胶或口胶会增加传播风险 共用针头或注射器 在吸毒或医疗过程中 共用受污染的针头或注射器 会传播病毒 母婴传播 如果不进行干预 HIV可以再怀孕 分娩或母乳未养期间 从HIV阳性的母亲 传播给她的孩子 但是通过适当的医疗护理和干预措施 可以显着降低传播风险 治疗进展 自HIV出现以来 抗逆转路病毒疗法 ART取得了重大进展 该疗法已将HIV转变为一种可控的慢性病 ART涉及抑制病毒复制 减少病毒载量和增强免疫系统的药物组合 及时启动并持续坚持 抗逆转路病毒疗法 可以将病毒抑制到检测不到的水平 从而改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健康结果和生活质量 预防方法 预防是抗击艾滋病毒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种有效的预防方法包括 安全的性行为 在性交过程中始终如一地正确使用安全套 可以降低HIV传播的风险 HIV检测和咨询 定期HIV检测可以让个人了解自己的状况 如果呈阳性则寻求适当的治疗 并采取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和他人 暴露前预防PREP PREP涉及感染 HIV高危人群使用抗逆转路病毒药物来预防感染 如果按规定服用 PREP可显着降低HIV传播的风险 针头和注射器计划 为注射吸毒者提供干净的针头和注射器 有助于防止HIV和其他血液传播感染的传播 支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解决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社会和情感方面问题 对于全面护理和支持至关重要 打破围绕HIV的耻辱和歧视 对于促进接受 理解和同情至关重要 支持性环境 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心理健康支持和同伴网络 在增强HIV感染者的能力和提高 他们的整体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结论 尽管艾滋病毒仍然是一项全球健康挑战 但在了解 治疗和预防该病毒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通过再提高认识 推广预防战略 扩大检测和治疗机会 以及支持艾滋病毒感染者方面的持续努力 我们可以努力实现艾滋病毒 不再是公共卫生危机的未来 让我们在同情心 倡导和教育中团结一致 创造一个没有艾滋病毒的世界 感谢观看